这是红外线感测器 红外线感测器它有分数位输入型跟类比输入型的 在下面这两个都是属于数位输入型的 它们输出的讯号都会是属于类比的 上面这一个它是双用的 双用的就是它可以输出类比的讯号也可以输出数位的讯号 这是红外线 红外线它的运作的原理是这样 在比较白色透明的这一颗红外线它是发射器 然后比较黑色的这一个是接收器 所以理论上它就是在这个红外线它会发射出红外线 然后经过前面如果有东西挡住它就会反射回去 反射的部分会经过这个接收的红外线去做接收 然后去算出障碍物的距离 运作原理大概都是这样 平常我们接电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到红外线的 所以它不会发亮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摄影机底下 你会看到那个 发射的这一颗红外线它会亮起来 那因为摄影机可以捕捉到红外线 所以这三个大概都是数位型跟数位型的输入 那其中这一个是可以双用的 数位型的输入它这边会有两个可以调节的电阻 那它一个是调节那个红外线发射的功率 一个是调节频率用的 所以这两个是有时候会需要 因为它们通常是拿来作为 避障车 避障车就是跟着黑线或白线 或者是躲避障碍的这个装置 所以它们会用这个来调节 你我什么时候要当作 零什么时候要当作一的那个切换的零界值 会用这个来做调整 那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一个就是 比较好用 我认为比较好用的 就是你如果想要数位输入的时候 我就把讯号接在D0 如果我想要知道障碍物的远近 那我就把它接在A0 这是 红外线的输入感测器 下面是 数位型的 上面是双用的 数位输入跟类比输入都可以用的 那我们等一下一样用Transformer来做测试 首先我们先看接线 我现在把这一个红外线输入呢 接上电 那接上电之后呢 你会看到那个发射端 就会很明确的有 看到在发亮 那这个是在摄影机底下 你用肉眼去看它是没有 看不到的 好 那因为我等一下我们要做数位的输入 所以我把它接在D0 D0 数位输入这边接在D3 好第3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好 那么跟刚刚一样 这个我们要侦测数位输入 所以我们去设置 定义数位输入的第3只脚当作输入 然后重复的去让 小猫把 这个读取数位接脚第3只脚的数值 每0.1秒持续的读出来 显示在画面上 那我们就给它执行一下 好 那么小猫目前呢 他会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1 是1 好那 我们把 好我们现在呢 手我的手慢慢去接近 接近然后接近到某一个 大概1公分到2公分左右 好他变成0 好把手移开 他又变成1 好然后再看一下 接近 变成0 离开变成1 接近变成0 离开变成1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障碍物的侦测 障碍物的侦测 那 至于这个远跟近 你要侦测 上面障碍物的远跟近 可以从 上面他的背面有一个 电阻可以调整 你可以拿小的十字起子去转 那就可以调整控制那个远近侦测的结果 好 那这是属于数位型输入的用法 那特别注意就是红外线呢 因为他是大自然的光线里面的其中 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这个红外线在 室内或者在 室内有日光灯或是在大太阳底下 大太阳底下我们的太阳光里面就本身就有红外线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干扰的现象 这是在使用红外线的时候 要注意的地方